据说很好看 送出观众福利 有热情的人才能做好这件事 忠实剧迷 许下探班心愿 像他合章一样 跟老师们一起演戏 体验现场版导演来加戏 教他两个戏 太紧张了 谓主角大咖 清传表演诀窍 针天宫卡 这大事 本期我们将继续带领大家 前往山河锦绣的拍摄现场 一探究竟 大剧看总台 据说很好看 大家好 我是陪您一起追剧的 王希良 据说很好看 由天然喜湖就是超能 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这期节目我们一直在看 一部好剧是如何诞生的 当我们走进山河锦绣剧组的时候 我们得到了答案 是的 一部好剧来源于一个优秀的剧组 那么我到底能不能完成 那些任务和挑战 为我们的幸运观众 赢得那个探班机会呢 现在就为您揭晓答案 是大雨的那个吗 对 你和我先去吃 这件衣服全衣 昨晚上拍完以后 我就穿着回来 这家怎么没见过你 我新来的 人手不够 我来帮忙 好 这两天用的群众比较多 昨天200多群人 是 几点收了呀 昨晚上 昨晚上三点 你们不也三点收了吗 对 你问我呢 我都 我都晕了 我没给您画过 那脖子要打吗 对 脖子得接 脖子得接 你们那应该有照片吧 是是是 有 你把这下来都可以整 完事之后我把扣子扣上 行 没事 我过两天再晒一晒 晒一晒就不用化妆黑了 哎呀 为了这角色挺天 没办法 是 这有点深了 对呀 这不出现 我给你晕衣 本来算是 给你晕衣 不要留着 嗯 嗯 还是一个 我喜欢 不行 要不给我洗了 重新整个 嗯 帽子 找 啊 我刚才这个腮红可能弄得有点多 然后我得用粉底盖了一下 它觉得有点深 对 这个车有点厚了 感觉脸肿 对 肾得好 好了 好了 嗯 好 谢谢 不好意思啊 谢谢 没事 没事 今天我好好睡 没事 这儿呢 刚才我在这个 有惊无险的化妆过程 差点被发现了 之前我画的那个底怎么样 那个打的 你这第一次上手已经非常好了 但是那个腮红确实没掌握好 其实这个不叫腮红 因为 因为这个戏里面 我们不是要给它化成腮红 只是为了让它 化得脸的冲操 不知道我今天这任务算不算完成 我完成了 而且完成得很好 是吗 谢谢 谢谢 谢谢你的包容 好了 那接下来我就可以为我们的 幸运观众去领福利喽 我们发现土偶 earlier 但是我们时间 noi INDking的 裹面 预备 Aaron 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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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pond 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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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肉麵哪來羊肉麵的 你放心 我假成活不成的嗎 我給人家都給你借來羊肉的 大家要我聽見了啊 羊肉麵 幾人以外三天怪狗 你媽的都敢來 你不可以 來來來來 來 走 哈囉哈囉 老師 你好 你好 恭喜恭喜 你已經成為了我們選中的 唯一的特別幸運的熱心觀眾 來 給你帶上 謝謝 好 可以和我一起去談吧 這樣跟我們 居中很好看的觀眾朋友們 打個招呼 介紹一下自己 王老師好 居中很好看的觀眾朋友們 你們好 我叫陳子龍 是一名大二的表演系的學生 那麼這一次呢 我們的陳同學呢 因為是特別幸運的熱心觀眾 所以會有一些福利送給他 這個福利就是 就是可以滿足你三個心願 三個心願 我第一個心願呢 就是特別想和咱們這部劇的男主 就是李乃文老師 想請教一下就是表演上的問題 第二個呢 也就是我們的女主顏秉諺老師 我就想跟他合成一遙 第三個心願就是想看能不能參加一下 咱們山河景秀這個拍攝 好的 那麼這三個心願呢 我們將在探班的過程當中 盡我們最大的努力去幫助陳同學完成 希望他能夠得償所願 好看 有兩在對嗎 不像相對 不像 但是怎麼有時間 怎麼沒過 但是這個沒有時間 這個沒有時間 不太好,盖了 但是,我得放多久 不说没有时间了 但是,我会不帮你 直接说,那你像不像 像不像 好,坐 坐 接手 停 没事,没事 导演,我的意思就是 你让爱,然后我进去看见了 我读一个,他也跟着读 他可以读 他可以读 金 金 怎么样,小陈 是不是刚才看了导演 盈平燕老师还有小朋友 他们对于戏也学到不少 对,他那个台词思维的角色 我觉得还是对于台词非常考究的 来剧组探索班 就盛读十年说什么 是 我知道你还有一个心愿 就是要和盈平燕老师拍照 一会儿呢,等他拍完这场戏 我们找一个时间 不打扰他工作的情况下 满足你的心愿,好不好 好,太好了 好,我们一起来期待 好,我们一起来期待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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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孙老师烧跑 别跑 我感觉 学生 我先做 你 观众 同学们 这是咱们的新同学 常小丽 来 咱们欢迎一下唐晓丽 来 咱们接着上课 再读一遍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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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忆 记忆 好 这边好 挂 挂 今天我看都是你的戏 一场接一场 然后都是老师的各种戏份 上课的 上课的 然后刚才给孩子设计的时候 你特别给他设计 说你不要说没有时间 你觉得这个 其实不太符合一个山里孩子的 也太现代 不像九几年山里孩子 就是说的那种 对对对 今天是不是已经完全找到了 那个方言的感觉了 已经完全不会打扰你的思路 或者说让你觉得 哎呀 我这个得说方言 其实怎么说呢 还是会 还是会 只不过就是说 我从一开始呢 就导演啊 我们就协商 因为时间太紧嘛 我们导演这样 我说我们 能不能保一个 就是原则 就是我们保戏 然后呢 就最先保戏 语言这一块呢 比方说 这条拍的 情绪各方面都很好 可是语言上面 有一点问题 有点不准 就是后期 再去补一下 对对对 因为这样就是说 还是观众看的还是戏嘛 戏是最重要的 你怎么会教语的 你怎么不教你教谁呢 教人 我也怪不得你 那不怪 你不怪我也不怪 你不怪我就不走嘞 你看你这死你死下 我不怪 来 我说 我看你这人 你怎么会看 你看 我跟他舍得看 他就用那些人 你看 咱这院子是个半个小型 你俩是个人 你俩是个人 今天我看一会儿在学校 他们的那个村子被山洪给淹没了 然后就跑到我们村子来 就是被动地合了成了一个村 但是我们俩其实那是从小就青梅竹马 因为我们出厂的年龄大概在26、27、28岁 这个年龄在农村付出嫁是可能性非常小 就是因为两家的世仇嘛 所以就不能嫁嘛 因为一场就是乱打的戏 所以把那个书和就把奶纹给打到了 然后我一下就忍不住了 爆发了 对 控制不了自己的那种情感了 对 然后就暴露了 还有最后一个小小请求就是 我们带了一个幸运的热心观众 他还学表演的 他想跟你合个影 可以 老师好 可以可以 老师好 我以为他要来演赵书和呢 您在乱打的拍摄 廣登 也就不在乱头 看下来 老师 你也坐 嗯 刚才在外面 不容易抬摆 debe的这么大开啊 你这个 倒是给公子 是个啥小怪 说 老网 中 ... 老赵 这都没有啥意思 �냐하면 和我一年想的 那么就是10% 解暴 wyd そうですね 他 상황 二十年以后 心里的老死 基本就是耐命的 Strom 两个明白就算了 各有数 令人家来公使我服个人不欠 你做方感受 和我跟你也相当 那么就十八十岁 行啊 我经历了这个情况 八六年以后 经历了老四 基本就是这个 呆客都死的生活 两个明白的算不上 各不有所 令人家来56块钱的不欠 挂挂 收了 收多了 收多了 你真收多了 那我想说 你变成了一个少女 怎么说 来 宇颜老师呢 你变成了一个少女咋说 你变成了一个随女子 随女子 随女子 来啦 收脸 不是收脸 不是长收脸 你收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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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收多脸 这叫对了吧 好了 老师来来来 这样的老师 你不能在幕后 你必须要抬起来 我想说一个完整的 就是说我想说 亲爱的 你这里变成了一个少女 你瘦了 亲爱的 你瘦了 你变成了一个少女 太漂亮了 这个 我来一个复杂的 对 我挑战一下方言的 亲爱的 你搜脸 你搜脸 你搜脸就变成了一个随女子 你搜脸变成一个随女子 心疼的恨 心疼的恨 心疼人的恨吧 心疼的恨也可以 心疼的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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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疼的恨的恨 非常漂亮 恨的恨的就是 好看的女娃 好看的女娃 这娃恨的恨的恨 好看的女娃 信心量太大了 我冒炸了 这个学了多久了就是 其实没学多久了 现学现卖 现学现卦 现学现卦 就是因为之前没有时间嘛 一开始原来之前是说讲不通话 后来呢 我到这儿才说 人家陕西话吧 更地道一些 而且大部分的演员 除了我和李乃文 人家都是陕西人 是 对 所以我们俩就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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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那这这儿适合了 慢慢回来 我干 娘 我发现你确实是瘦了 听说你们是全组在减肥 对啊 因为我前面那个戏 回来你见过我嘛 对 我那个时候是 就是之前的那个戏 增肥增了三十斤嘛 嗯 那个电影 然后前面那电视剧导演 又不让我剪 说因为要演那个很年龄很大 所以就没剪 嗯 然后呢 那个戏回到北京没喘气 接的这个戏 然后说还有半个月就开机 嗯 所以我就 嗯 只能速剪 对 我说 其实对身体特别不好啊 但是就是 为了角色 瘦了多少斤 这儿没秤 我来之前呢 有那一个星期 瘦了大概七斤左右 一个星期瘦了七斤左右 然后后来到了这儿之后 又接着又 怎么说呢 好嘞 好嘞 先拍啊 不耽误拍摄 刚才呢大家也看到了 李乃文严炳宴呢 在这部剧当中是要用方言 来说台词的 他们也在努力地学习 那么现在呢 趁着严炳宴去拍他的戏的时候呢 我们也给我们的这位热心观众 让陈同学一个小小的福利 因为我们这位方言台词老师 是专门教李乃文这个角色 去讲方言的 对不对 他呢这次来了以后呢 也特别希望有机会 能在我们这个剧里尝试 做一个群众演员 先给我们观众打个招呼 做一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好的 大家好 我是演员张浩 在我们这个电视剧里边 今天我饰演的是乡长聂爱林 那么同时呢 受导演之托 给我们的南一号李乃文老师 教我们的陕西方言 主一半呢 这属于固定子餐 不自从呢 现在党里面就能扳倒的事情 但是 呃 城里那年又这个学校推谈的主一半的 那可以给大家休闲 就是大理 你看大理 也可以 大理 就是 您现在他 就是学不来那个老话了 他就是说的很普通的闪色话 一样我说的 张浩就说的那些 俏皮话上 我自己都不会 您自己就是陕西人对吧 对 我自己是陕西人 所以 您作为一个方言老师 您会几种方言 陕西话 四川话 河南话 山东话 天津话 那么先我们为了要在这个剧当中 能够有一个有台词的角色的话 可能是先要学一学陕西话 对 是吧 那您来现场进行一下教学 行 简单点的 陕西人老爷问 你去阿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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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乌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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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乌达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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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乌达干啥 我到乌达干啥 我到乌达 我给你翻译一下 就是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我去那儿 我去那儿 你去那儿干嘛呀 我去那儿干个事儿 啊 普通话都很难解 要是 你感觉是一个绕口令是不是 对 感觉就是一个绕口令 那算了 你就不要演了吧 那走走走我们走吧 那还要学习 还要学的 对 拿出点信心和决心来 对不对 来 一句一句地学好不好 你去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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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阿达干啥 那其五达干啥 那其五达干啥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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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不太好发音 是呃 呃 对 你的很比较之 对 应该是在那个后面 呃 呃 不呃 呃 没事 咱往下走 就说 那去吴达呀 我去那儿 那去吴达呀 你去吴达干啥呀 你去吴达干啥呀 这个好懂吗 你去那儿干嘛呀 那去吴达干啥 那去吴达干啥 来 你来说一遍吧 好吧 让老师跟你对话 老师问你来回答 好不好 好 来一下啊 那去吴达呀 那去那儿 哪有去那儿呀 恶去吴达呀 你去吴达干啥呀 恶去吴达干啥 可以可以 非常好 非常好 还是很聪明的 那么我听说我们的方言老师 同时也在这部剧中扮演角色 对 而且您自己还有点小才艺是不是 我现在神处恨恨平丁山 首先用恨的话跟大家问好 我是燕院长好 本系里边指导李那文老师的山西话 因为四川我们班里都是有四川 有重庆的 原来重庆和四川是一个地方 都比较三圣 所以掌嘴就来 回陪戏的时候也没这问题 山东话就更好说了 山东话跟这个河南话是有区别的 山东话说起来 它这个声音更好呼一点 不像河南话是往面墙上打的 您能不能用您会的这五种方言 都给我们说同一句话 这句话就是据说很好看 真的很好看 可以吗 好 来一下啊 据说很好看真的很好看 据说很好看真的很好看 学说很好看真的很好看 据说真好看就是很好看 还有什么方言 你自己你刚才说的五种 我刚才说的是四川话 陕西话河南话山东话 还缺了一个哪儿的话呀 天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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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话是哪文老师谈老家的话 那这个话我不太熟 那最后我们三个人一起 用这部剧当中的方言 陕西方言来说一下 据说很好看真的很好看 好的 您先教我们俩一下 好的 据说很好看 来 咱俩先学 据说很好看 恨 恨 据说很好看 真地很好看 真地很好看 你俩拿了结婚之后就来做这件事情吗 会一路往回赶吗 赶到回来的时候发现出过人吧 我如果听下你俩的 我看见过头好人 好人 好人 这自己看过来 我看见过头 你俩打人了 你明儿吧也不用描了 你上课就不要过来就上了 我给你俩给他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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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剷给他转了 我给你俩带我俩带我吧 我把这个人条线都给我带好了 师傅 你评我 你击费是不是和 Story给你俩给你俩下了 你还教信去你打了 来 开始 你抹钱抹人也抹办法 那是咋办 办法咋办嘛 叫他 胡说 胡说 你吃饶 你中饶 你就用饶 你现在还叫水乐来 叫你这个大门是大门 哎 别走 哎 给我走去 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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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负责敲我负责喊 不行你就负责 你给我装个门铃 是 哈喽 叮咚 我来了 我来了 哈哈哈哈 哎呀 乃文太不容易了 昨天前天两天都是大夜 嫂子呀 怎么两天大夜拍了嫂子 舍了 那是 这位啊 下大夜 哦 来那个仪式 嗯嗯嗯 几百个群 嗯 嗯 他们还得做成那个狂蜂暴雨 那个效果 鼓风机那么大 嗯 我还得让他们所有人都得听了见 是 都着急 哎 哎哎哎 那就这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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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不知道他们听不听听不见神秘 哈哈哈哈 开门 开门 哈哈哈哈 一时流来啊 我听说你拍这个戏减肥其实都不敢吃碳水 对 对 这个戏全都在剑 对对对 最起码 以前出来的时候呢 观众比较相信他 减肥餐是吃啥 我说不吃 不吃 哈哈 那运动吗 拍的时候就是你 哦 你看我们昨天盖房子 挖地基 打地基 多杂草 然后晚上一十六八 好 那一天太充实了 你看我们一 为人名字 我跟导演在商量 我想最后到老了 我还是 就是 躺一遍 这个人是特别执着的 特别轴的一个 嗯 咱虽然说的是这个脱贫的事 嗯 但是呢 观众愿意看到 还是 在这个事件 当中的人是什么 那要看的是 你怎么做呢 对 同时在看 什么人在做 是 所以我们的认识 还是认识的 嗯 包括秉宴也是 秉宴也是 秉宴演的是一个 我们村的小车老师 因为她认为文化很 你看 她认为文化很 我认为土地很 其实在这里面后面肯定 因为她是我老婆 嗯 在这里面多多少少 肯定就会有 有冲突 是 这是演我快些 哎 演我这个 我叫董欣 她是我们以前村的快乐 这个村没了 这不两个村合遍了 嗯 所以呢 还能再当快乐的新村 她想了 是的 她就找我杀了 我都是一把手 我说你算过 二十块钱你省的账 哈哈哈哈 因为我们那村太迟了 这个太穷了 是 薯河 牛肺坎虎贷口图了 你说她薯河 到底看上六九一刹的 你也是看上刹的 哎 对不起对不起 少数去发花 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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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就被叫做干活 董同学我看也是够瘦的 也是加入这个咱们组的 咱们你也是啊 不吃啊 我说咱真的跑步 跑步 哦 每天跑多少时间 跑多少 一般的是你也跑 其实我们这个 剧组虽然是刚成立 但是我看大家的这个工作状态 已经是拉满了 对 小董同学也是 那些都是比较专业的 嗯嗯嗯嗯 所以呢 知道咱们这个戏呢 就时间紧 任务也做 所以不管是主创也好 还是工作人员 嗯 大家就是基本上 就是从开机第一天 嗯 就把自己的状态调到十分 鱼饿啊 浑身全是烫 我特高兴 嗯 只要能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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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难熬 多苦都没问题 就来吧 就 书记当时 这个角色其实当时 他哪是书记的 啥都干 啥都干 像昨天 宅基地盖房子 我感觉所有的房子 都是我帮人去盖 你知道这个怎么办吗 拿铁鲜 磨的 哦 一直散 把坑散土弄地基 当时 手还是嫩 开始 开始 好 行 行 行 好 好 稍微调整一下 我觉得我好像跟他在一起 我的减肥成果显得 不那么明显了 可以收个塞 给我来做个塞行不行 来来来来 我就不客气了 那怎么要做 我就进水楼台了我 谢谢雷乃文老师 给我一个这样的福利 我看你们有一个表 谁要做塞 谁脸上比较糙 对对对对 这些都是需要通过你们的化妆 再去进一步地去加强的 就是大概是这个样子 如果你肤色再深一点 它可能会更明显一点 小兽子 开出了酒窝 我的天 这是你们中央电视台的 哈哈哈哈 这是我们那个大山村的 哈哈哈哈 减肥这都不所谓 啊 可是我们几个 腰涉上行 那和病压 虎虎虎虎虎 你不是用自己擅长问题 对对对 所以你总会有一个 所以有一个很精力就分道去 那咋说 那咋说才是规理 咋说 那咋说才是规理 咋说吗 你还要大眼垂呢 你说大眼可大哥 今天 大眼垂 大眼垂都没钱 那咋一口 行了行了也可以 行了行了 两个村一刻呢 谢人留下来的 那也谢不开 一飞 开始 走走走 我死鸡水 我才没打出钱 都死这不去想那话说 行呐 行呐 两个村一哥的谢人 都还欺负 那也解不开 咱今天再吃 做得好 啊 就人是对的 走 走走 不把偶安 而且跟你这个肤色呀 就特别搭 是 要不然觉得这一口白牙 幸福对了 那么这个李老师呢 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 一个演员的基本修养 你知道我为什么吗 你说我们这剧组合 我们有一个福利 他是很喜欢你的一个观众 我们把我们这位幸运观众 把他叫上来 他终于可以和他心目中的榜样 李乃文老师 交流一下合个影 来 我们带上我们的小陈同学 对 终于见到了 真的李乃文老师了 生活中间坐坐坐 坐这儿了 那你怎么办 我到后面去 我这位置在后面不是坐那时候 小陈乃文老师 对 人家都不用打那个 有没有什么想问李老师的 因为我看到这次剧组 应该是拍一个年代戏 演年代戏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需要我们注意的 要注意的 他只能说 首先 要跟你了解那个事 学会观察生活 不光是观察你身边的 活过以前的 这是你要做的工作之一 功课之一 剩下的就是 要把你自己尽口 入到一个时代 一个演员 不管什么时候 都要 都要记住一个词 叫相信 这是两个字 相信那个年代 相信剧本赋予你的这个故事 相信你自己 你有在里面 所做的 你所有的事情 你相信的同时 你就能做到 真听 真看 这么点时间都说不完 这看他以后再请我吃了多多 喝个饮吧 来喝一下 嗯好 后边 后边 拉啥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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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 一呼一人 一呼一人 来吧 来可以吧 来 跳起来回来 击备 开始 太慢了 我出来把饭了 招呼和过门到之前要他输 吃早了 好点 吃早吃了 我用小点 去不 我身体 小心 来 开机 下来 有最棒了 有最棒了 把鞏鞭蛋上 把墨碑上 好 以后所有人 站着 那走呢 弄下去了 他怎么回来了 接不着 休睡吧 今年休睡吧 明年吃饱饭 今年是休睡吧 好 坐 坐 好 坐 这边应该是 怎么样 紧张吗 当然紧张 以前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就是去剧组试镜 有过 但是没见过场面这么大的 我看脸都红了 放松 放松 很紧张 最希望去试一个什么样的类型的角色 更有挑战性的 比如有一些职业性的一些角色 看来我们小陈同学 他还是非常非常地有冲劲的 但是我也只能帮他到这儿了 这扇门之后试得怎么样 能不能世上都要靠他自己了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加油 行 那我先进去 祝他好运 导演好 导演好 你好 你好 咱们初次见面 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导演好 我叫陈子龙 身高一米八零 体重六十二千克 学习的是影视表演专业 希望导演能给我一个试戏的机会 之前有过影视表演方面的演出经验吗 有过 只不过都是一些就是 群众演员的一些角色 可能我们近期要发生两个角色 一个是包工头 还有一个是村民的角色 你觉得哪个角色更适合你 包工头吧 我想体验一下这样的感觉 那你可以试一下 这个四级的台本 你可以看一下 好的 你先看一下台本 这场戏有一些矛盾冲突在里头 然后你可以设计一下 导演 我先自己设计一下 好 行 导演 我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是吧 对 好 那咱们先试一个 好 好 来 准备 开始 你就是柳大满柳老板了 来 抽根椰 咱们有事说事 你打了我们的人 这个事必须有个说法 咱们这 如果实在不成的话 就找警察轰斗 这钱我们肯定是能赔 但就是有个条件 不能报警 你要是报了警 这钱我们就不给了 好 停 有一点小问题 这舞台的感觉稍微再收一收 明白 你可以调整一下 当然可以了 好 可以了 是吧 好 来 准备 开始 你就是柳大满柳老板了 来 抽根椰 你们的人打了我们的人 这个事必须有个说法 赔钱嘛 我们肯定赔 但就是有个条件 咱不能报警 你要是报了警了 这钱我就给不了了 这托个三年四年的 也是长事 知道吧 你是要耍臭无赖是不是 合同啊 我今天给你们带来了 签完合同 这六千块钱你立马拿走 好 停 可以 这一边就要比上一边的感觉好一些 有的时候演戏呢 可能我们拿到了这个所谓的剧本啊 我们不要把这个台词呢当成设计好的一些东西 就像我跟你说 你那个卖掉了 好 这个就是 如果是真实生活中发生的东西 你看 你做的会很自然 对 用我的语言 用我的行动去刺激你的话 你真实地感受到的话 这个戏才能产生出来 谢谢导演 好 我对你今天的表现挺满意的 谢谢 在戏方面还是有打磨的空间在 希望我们可以合作 谢谢导演 谢谢导演 好 那我就先过去 好 来 谢谢 谢谢导演 谢谢导演 怎么样 有点懵 有点懵 感觉很快一下子就过去了 自己感觉自己表现怎么样 其实一开始感觉就是表现不是很好 然后导演也跟我说了说之后 第二遍我觉得确实 就我自己都感觉到确实很不错 经过这一次的实境 自己也觉得有点收获 对 确实 因为毕竟真的是没有到这么大的制作的 不能这么组 然后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导演 居然还能教过这些东西 好 那我们就一起来期待 我们这位特别幸运的热心观众 小陈同学 是不是会出现在我们的山河锦绣 这样的大制作当中呢 请进行 请进行 老师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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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感谢 给我们据说很好看这个幸运的热心观众 一个参与的机会 能不能给我们全国的观众做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山河锦绣这部剧的选角负责人 我叫张一剑 张老师 刚才呢 我们的这个 刚刚开始学表演的热心观众 进行了一个小小的面试世系 您觉得他怎么样 我觉得还是有热情的人 才能做好这件事情 那么像我们这次这样的一个大制作 而且我知道也有很多很多的群演参加 其实演员选角的这个工作是不是工程还挺好的 是的 我们这部剧呢 是全景式的一个脱屏空间的一个展示剧 因为它有一个30年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跨度 30年当中出现的人物 从旧几年开始讲起讲到现在 所以牵扯的角色量是非常大的 我们在一片场去看拍摄的时候 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 大家都是用方言 陕西方言 也听方言老师介绍说 除了男一女一几个比较主要角色 他们要学习方言之外 其他的很多的角色 他们自己本身就是可以说是习方言的 是这样 因为语言是需要环境的 然后呢 语言又是一个非常有代入感的一个东西 我希望呈现出来的一种感觉是 通过一种语言方面的这种力量 拉近与观众和演员之间的这么一个距离 对 来 大哥 好 何教授 你给我把房盖好 我给你以后把木打好 拿新兔子把这货新兔子 拿新兔子拿着兔子 拿着橘子 拿着新兔子呢 走小架 你不是食用兆吗 你是灌挖的还是灌挖塔巴的 表演源自于生活 但又高于生活 首先我们要在脑海中积累 大量的一个素材 如何让观众信服呢 我觉得这个才是可能 我们把这个角色塑造的立体 甚至于说演员可以感知这个角色的温暖 它的一个武器 我们希望每一个角色 都是从土地长出来的 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接近表演的机会 没错 这次我们的这个选节的过程大概有多少 我们整体的选节工作的话 在没有开机之前 大概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相对主要的角色吧 大概有多少个 大概40个左右 另外我看还有一些小孩子的戏 那么孩子是怎么选的呢 首先呢 这个孩子的感知能力一定要强 如果说孩子真正的能被 这个对手系列脸刺激到 大人一般是演不过孩子的 高校长 你们咱怎么能上科呀 老大说 我上科 都不知道能来学校呢 说话 再不上了 咱这学校也不关 让我都回家算了 所以这次的选节工作 在您的这个选节的生涯当中 会不会是一个挺艰巨的工作 非常艰巨 因为呢我们可能考虑到场景的问题 最后选择了河南的嘉县附近 作为拍摄的一个主场景 那可能涉及到我们大量的演员 乃至于说群众演员 我们需要从陕西调到这边来 好的 那么今天也是特别感谢 您能够抽出宝贵的时间 来给我们的据说很好看 进行这样的一个世系的展示 我们也期待着山河锦绣 一个最棒的状态 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也同时不要忘了 有这些幕后英雄 一直在为这部剧而做着努力 谢谢 谢谢 辛苦了 谢谢 谢谢 刚换完衣服怎么样 还不错吧 就是感觉发型和妆容还差一点 那边有化妆的 咱们一会儿去找化妆老师再化一下妆 开始化妆 怎么样 现在是不是更加贴近了 一会儿我们该去领道具了 咱们先把头发搞一下 咱们先把头发搞一下 咱们接下来去领一个符合人物的道具 走 一会儿行的话 我就让你来其中一句话 好的 好的 谢谢老师 好 男人 这部剧院 男人 他得 lovese跟他们做一句吧 你先坐这吧 好 他得是跟他们做一句吧 你们坐这吧 老师往那边坐 好嘞 我们两个主演在这吧 跟大家说一下是这样的 半山村 戏妹和石渡市 一个换了亲 就像那次换媳妇这样换了亲 然后你们这儿就是显然没事了 就是聊天说这个事 你会哪些话吗 那我先学这个学医 你就交叉两句吧 那都是河南郑州的 郑州刚好离的不是很远 学上去话很好学 要外送的你学还费精力 预备 开始 洋芋这四条 当时叫她 当时拿你浅女子翻儿媳妇 这可糟了 问你动个上吗 问你就一个换一个不吃亏啊 这个大不吃亏 我石头可处理得大呀 连墨都吃饱了 把西梅还过去 这不是让妈倒增一碗 行 行 行 好了 切了 经过对山河锦绣剧组的探访 这一般呢 我们也确实感受到了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剧组 我们也有理由相信 山河锦绣必将是一部 非常好看的大剧 在这里呢 我们也祝愿山河锦绣 收视长红 大剧看总台 据说很好看 本栏目由天然喜护就是超能 超能独家 冠名播出 我是陪你一起追剧的王希良 那么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呢 我将陪大家一起去追更多的好剧 好看的剧 让我们相约在 来 据说很好看 不见不散 再见